葛奇也没有见过九阿哥几面 但当初奇木格百辣椒宴收拾老实的时候 葛奇便记住了九阿哥那张黑脸 因此任人成功 临出大仗的时候轻轻地冲着苏和点了点头 而此时九阿哥正在卖力地劝说着苏和将阿如诺留下 已经扯到了孩子心理健康上去了 哎呀你们大人这么闹 这孩子多可怜啊 难道你们忍心瞧这孩子左右为难呢 苏和看着九阿哥郁闷得无以伦比 心想这奇木格和十阿哥该不会傻得被九阿哥给蒙骗了吧 瞧他做的叫什么事啊 干嘛问最后一句的时候要盯着我看呢 九阿哥见苏和没有作声 继续盯着苏和 这两个孩子年少丧父已经很惨了 若是你们两家亲家在闹得老死不相往来 叫他们情何以堪呢 苏和断定九阿哥就是个大骗子 而且这个骗子的骗术还不怎么高明 心想自己啊得赶紧给其木格捎个信 得让他多长个心眼别被九阿哥卖了 还帮着他数钱不说还四处夸着他仁义呢 当下就没好气的拿着眼神回盯了九阿哥好几言说道 嗯不错九阿哥说的在理 还请九阿哥劝劝王爷别再拦我了 否则呀倒伤了祖孙的情分 九阿哥被苏和顶了回来 立即醒悟过来 自己啊有些操之过急了 忙笑着看向了彭苏克 王爷不知道你那两个孙儿给你透露过他们的想法吗 不等笑咪咪的彭苏克回答 九阿哥就对苏和说道 孩子们毕竟是在车城汉部长大的 想来与王爷的感情更深一些 虽然乌尔锦嘎拉普郡王和二王子是一片的好心 但是阿巴盖布毕竟对他们而言太过陌生了 二王子不如问他们的想法如何呀 九阿哥断定 没有哪个孩子愿意离开自己熟悉的 而且还是养尊处优的生活环境 并提议让孩子来做个决定 苏和瞧着九阿哥的笑脸撇了撇嘴 有些遗憾 为什么没给他另一只眼睛再来一圈呢 不过却还是一脸的得意的说道 九阿哥不必费事了 我已经问过他们的意见了 他们说了 听阿如诺的 九阿哥争了争 苏和有些夸张的笑了起来 心想 合着当我们是傻子呀 就你知道从孩子入手 九阿哥顿了顿 说道 嗯 那不知道阿如诺是个什么意思啊 彭苏克忙说道 他没同意回家 苏和忙便接道 他还没同意留下来啊 九阿哥在车陈汉部待了三天 除了彭苏克的笑脸越来越明快 苏和的鼻子越来越朝天掌外 没有其他任何的收获 咬咬牙 九阿哥只得亲自去探视一下生病的阿如诺 反正一个是满人 一个是蒙古人 大家没必要学着汉人那么扭捏 不过九阿哥在问完病情后 言语间一试探 便知道阿如诺没心思改嫁给自己的书伯 或者是呼和的树长子 九阿哥自然清楚彭苏克不放过阿如诺的缘由了 他并不想在已经得罪了苏和的情况下 再去摸彭苏克的老虎须 因此并没有宽慰阿如诺 可以将视线放宽到整个末北 而是将谈话的内容改成了汉人的贞洁牌坊是如何如何的凄美 阿如诺与呼和的感情很好 因此他没有考虑过改嫁之事 但若留在车臣汉部 他也没有把握自己孤儿寡母 就真的能够顺风顺水的过小日子 保利德虽然已经定了亲 但是毕竟还不满十四岁 撑起这个家呀 太难了 而自己的两个孩子就更不用提了 呼斯冷虽然在呼和去世后忽然懂事了许多 但是年纪毕竟太小了 但如果回阿巴该部也是问题多多 保利德已经定了亲了 要带他一起走 不太合适 若将他单独一个人留下 阿如诺心里又不舍 这孩子可是打小就是待在自己身边的 而且自己没改嫁的心思 若是在娘家住的时间长了 问题肯定也不少 所以阿如诺一直没有拿定主意 原本听说九二个风尘仆仆地赶过来 阿如诺心里对九二个还是很感激的 不管调节的结果如何 得领人家的这份情啊 所以虽然呼和在阿如诺的面前说了许多九二个的坏话 但阿如诺并不以为意 因此九二个说得没错 大家有了矛盾 为难的的确是孩子 保利德的身份有些尴尬了 没什么立场去调解彭苏克和呼和的纠纷 这些日子一直在阿如诺身边市集 但神情间却多了分小心翼翼 呼斯冷和特末尔更是搭了着脑袋 完全没有了平日的淘气劲 因此阿如诺对九二个一直是感激的 但听九二个翻来覆去地说真结牌坊 阿如诺也不乐意了 就是呼和从坟墓堆里醒过来 也不会老神神叨叨地叫自己为他守身如玉啊 于是本来没想改下心思的阿如诺火了 九二个 这些都是汉人的东西 我们蒙古不兴这一套 见九二个还要再开口劝 阿如诺说道 九二个 你如此推崇汉人的礼 怎么进我的帐里来探病了 汉人不是讲究男女有别吗 九二个战红了脸 康熙听说十四半夜翻墙 而且还翻的是红炫的墙后 已经不知道该做何反应了 这帮儿子的形式 是越来越让人摸不着头脑了 反正洪轩还好端端的在那蹦得着呢 康熙便没怎么花费力气去调查十四翻墙的动机 康熙手上还有更重要的事急需解密 广东军府满批是九二个的门人 除了齐木格不知道 相关等人可是门清的 康熙原来也是以为满批只是做做样子 敷衍一下自己这个皇帝的 可是随着事态的发展 随着传回来的线报越来越详细 康熙发觉双方好像都动了真火了 而且居密探毁谤 烟管老板突然强硬 貌似也是满批指使的 于是盛名的康熙便有些生气了 他可不认为九二个会和老师翻脸 九二个就是一个怪胎 老师就是放火烧了他家的房子 九二个没准还会反过来给老师支付赔偿金呢 说不定老师拐了九附近 这九二个呀还会赶紧的将九附近的嫁妆送过去 想让两个人闹崩 只能是九二个去拐蒙古附近了 可见惯了江南美女的九二个 就是眼瞎了 也不大可能干这个事 想到这儿 康熙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了 哪有这么唯恐天下不乱的老子 康熙忙使劲的甩来甩脑袋 将思路拉到了正道上 仔细的琢磨了一会儿 发现九二个出京前 对老师的的确确还是一如既往的呵护 怎么可能人前脚去了蒙古 后脚就指使他们的门人和老师抹上了呢 所以康熙生气了 因为他已经断定十有八九是满批便捷了 康熙虽然对儿子们的门人都是很提防的 而且一直都有步骤的打压皇子们四处培养势力 但自己出手是一回事 门人主动改变门庭 那可就是另一回事了 何况又不是气暗投明投到了自己的门下 康熙觉得满批辜负了自己的儿子 所以有些生满批的气了 但更气的却是九二个 平日里瞧着一副比谁都精明的模样 怎么到头来连个门人都看不住呢 怎么竟想着和老师那个没出息的学呢 真是可惜了朝廷给他的俸禄了 当然康熙对满批的新主子也是很好奇的 可是截止到目前为止 现报并没有发现什么蛛丝马迹 这让康熙更是不爽了 康熙非常非常不喜欢事情脱离了自己的掌控范围 因此一帮密探便遭罪了 康熙口莫非见的骂了两个时辰 骂完了人之后 康熙还是觉得浑身不得劲 随手拿起了桌案上的书信 一瞧 恰恰就是洪轩帮着抄写齐木格的信函 再一次欣赏了一下洪轩的笔记 心情稍微好了一点 是的 洪轩已经将他删改过的信函 递给了康熙 并解释说信是齐木格口述 安安置笔写的 可是自己不小心将水溅到了纸上 所以便重新的腾写了一遍 康熙对洪轩的解释很满意 瞧瞧编得多有条理啊 一看就知道比他阿玛和九伯 那两个蠢家伙强多了 康熙看着洪轩的面上 当着洪轩的面就认真地读完了 齐木格的书信 瞧这齐木格这说得煞有其事似的 好像真的不是为了迎头小利 断养人的财路 但是阿片真有齐木格说得那么可怕吗 康熙对此深表着怀疑 康熙顺便询问了一下洪轩的主意 洪轩也摇头表示不知 但是还是帮齐木格说话 黄麻法 鹅娘虽然不怎么精明 但她从不糊涂 若说阿片有害 应该不是空爵来风 您瞧着送上来的两张卖案 孙儿虽然不通药理 但也知道这两张卖案 看上去并没有什么大的不妥 说到此 洪轩又忙解释的 而且鹅娘在信里也说了 她知道这两张卖案 没什么大毛病 所以肯定没有蒙骗人 可是即便如此 她还是坚持请黄麻法 多宽限个三无载 说届时那两个人的脉象 肯定会有天翻地覆的变化 所以孙儿以为 鹅娘如此行事 肯定有她的道理 洪轩有意识地 多加了个五年的期限 谁知道三年内 那些些阿片的人 会不会成为废人呢 虽然洪轩删除了齐木格 拿命来赌的句子 但若是三年内 阿片的副作用并没有显现 齐木格面上也不好看呢 康熙没有注意这一个小细节 巴结了一下嘴巴 嗯 她也早先也说过了 不大清楚阿片的坏处 你和娘为什么就那么笃定呢 洪轩想了想 也理不出个头绪来 只好红着脸 小声地说道 也许是神仙托梦 这说的过去吗 康熙给气乐了 洪轩也觉得非常的不好意思 忙换了个角度说道 黄毛宝 朝廷明令禁烟 这阿片眼下钻的就是这个空子 隐约大友取代烟草之事 若真的在民间流行起来 难保上好的耕地 不会拿去种了阿片 所以孙儿以为 不管这阿片害不害人 都应该尽的 洪轩觉得 没必要花时间来证明什么 反正先尽就对了 只要没有明正 谁也不能说齐木阁张口说虎话 但康熙可不是这么认为的 因为若此时 朝廷下了尽阿片的命令 那不是明知告诉大家 皇家想要怎么耍横 就怎么耍横吗 叫天下人怎么想啊 那些文人还不知道 会怎么朝自己的头上 泼脏水呢 康熙可不愿意 后世的史书上 给自己来这么一笔 清康熙帝 雄才大略 文治武功 皆成就辉煌 本因为后世所敬仰 但却因 袒护儿媳 危害民间 为天下人所不齿 要是袒护儿子 为非作歹 倒也罢了 袒护儿媳 还是算了吧 康熙自认为 没那么伟大 但是下旨斥责 齐木格吗 那以后 进阿片的时候 还不得给他平反呢 老师才不会管 禁令的缘由 到底是因为阿片害人 还是耕地备战 肯定会跳着 闹着要朝廷 给齐木格颁发 含冤受趣的特等奖 因此康熙当时 并没有明智表态 告诉洪轩 他得好好想想 此时 康熙重温了一下 齐木格的信函后 除了对洪轩的一首好字 表示非常的满意外 对自己拟定的几个处置方案 皆摇头 表示了不满 想了想 决定 还是先拖一拖吧 于是便下了纸 命一个稍显圆滑的御史 去广州走一走 然后经过了片刻的思考 康熙提笔 给刑部尚书 发了一道秘纸 叫他秘密的 定时定量的 给死囚的饭菜里 添一些阿片 至于定的量嘛 比处方的药剂 稍大一倍就好了 而洪轩见康熙 没有要触发齐木格的意思 便没有再纠缠 只是找了个时间 叫徐公公 悄悄地 给他送了一些阿片进来 趁着去慈宁宫 给太后请安的时候 交给了纳仁吉娜 叮嘱她 每天给太后 心爱的鹦鹉 喂上一点 千万别忘了 当然最好 每天写一份 鹦鹉观察日记 自然还要求 纳仁吉娜 一定要注意保密才行 纳仁吉娜 好容易能够 帮上红轩一点忙 而且还能顺带着 与红轩共同分享这个小秘密 高兴还来不及呢 哪还会想起去问问原油啊 忙不跌地硬了 当红轩的脚刚跨出 慈宁宫的大门 就跑到鹦鹉笼子面前 傻乐了半天 晚上还亲自熬夜 动手做了个小册子 红轩虽然住在阿克索 但其实自己 也可以养一点小动物 再说了 实在不行 还可以叫 红春和红明 去办此事 但红轩之所以 选了慈宁宫的鹦鹉 主要是想 如果阿片 真的有什么不妥 太后可是直接的见证人呢 满天下 谁敢质疑太后啊 至于届时 太后心爱的鹦鹉 若有个三长两短 这造势者 该承担什么样的刑罚 红轩还没有工夫去考虑呢 红轩扳着手 仔细地算着日子 觉得自己 差不多也该启程去南边了 否则自己压根没法再吕松逗留 因此便试探地 问了一下康熙的意思 谁知道 康熙却说道 不着急 你专心地读书去吧 让红轩郁闷不已 火麻法 您当初可是答应了的 说阿玛认亲满了的时候 就派我去接 阿玛和额娘回京的 康熙眼睛一瞪 又想挨把子了 回去读书去 红轩哀好了一声 磨磨蹭蹭地回了阿哥所 想了想 还是写信给阿玛额娘露露口风吧 叫他们试试劲 当然了 红轩也没有忘记继续的纠缠 每次都被康熙用板子威胁 真不知道 康熙是不是打人板子 打起了瘾了 红轩那个郁闷劲 就甭提了 康熙见红轩吃了憋 心情很是痛快 看来对孩子 还是得用武力镇压才管用 不过才过了大半个月 康熙又成了更郁闷的人了 老师发来了假计快件 说是在吕颂得到了一宝物 非常的稀罕 自己呢 虽然身在吕颂 但是心系紫金城 不敢独享 特地的亲自押送过来 专程来献给康熙 因为宝物不能放久了 所以他来不及等康熙批示 已经坐着冰船启程了 而且还特意交代 为了赶时间 他走的是海路 在天津 直沽等岸 康熙算了算日子 这洪轩给老师的求援信 应该还在路上了 那老师应该收到了 洪轩挨打的消息了 这家伙十有八九 是不放心 亲自跑回来了 这个认知 让康熙郁闷的无以复加 何至自己成了 虐待孙儿的恶法马了 一想到老师给四哥的质问信 康熙的怒火就直往上冲 要是老师敢对自己耍横 哼 康熙想了想 有些犯晕 因为貌似 不管自己怎么收拾老师 都免不了成为全天下的笑柄 郁闷的康熙 只好转移自己的注意力 咬牙按道 哼 站到要看看 究竟是什么宝物 这些人是可怕的 我败也能读得到